大姓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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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尚好 怎麼稱呼你啊? 怎麼稱呼啊? 我叫Miss Tan Miss Tan Miss Tan怎麼樣? 我今年33歲 然後 我20歲的時候 就認識我現在的老公 然後25歲我就嫁給他 然後 我們有 一個5歲女兒 然後一個2歲孩子 剛才你講22歲嫁給他 25 22認識 然後25嫁給他 20認識 她認識了5年 差不多 然後我們現在就有 一個5歲女兒 一個2歲的兒子 然後她 她出去 沙巴做工 差不多5年了 然後 她快 在這2年以內 就開始沒有回來 然後去年她就說 她想要離婚 因為她 她有一些情緒病 她說 如果她回來 跟我們一起 她有一些情緒病 你上次是不是 撥過電話來的 對 我上次撥過電話來 對 OK 然後 其實她跟我說 我應該要接受 所以其實我已經是 慢慢接受 就是 她不會回來 可是 我 我又不知道 其實我是在製作什麼 我才可以放手 因為 我也是在想 如果 就是到當初 她出軌 她第一次她出軌的時候 我就直接放手 就 會不會事情比較簡單 沒有這樣 但是問題現在 妳又不懂 她是出軌呢 還是真的是情緒病嗎 是吧 啊 所以 我就 就變成 我 我好像上次有問過妳 妳去問她家人嗎 對不對 她家人也不懂 是吧 她家人就 比較 不理吧 可能 不理她 對 就不想 我們是不想面對 還是我們就不理會了 然後我 就是 我想知道妳的頭腦在想什麼 現在這一刻 懷疑呢 還是什麼呢 還是什麼 我很想 move on 可是我不知道 怎樣 move on 因為 我想 放手 可是我又 找不到一個理由 給我自己真的放手 因為我一直想 我會想 如果 如果 就只是一個很簡單 她出軌 然後我生氣 然後就帶孩子走 我就 好了 可是現在 這樣子的話 我就會很矛盾 因為 到底是 要恨她 還是要 要幫她 然後 她都不會給妳幫啊 怎麼幫 她都不出現 是嗎 兩年來都沒有回來了 你父母怎麼說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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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覺得 我很欠欠她們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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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她們 幫我很多 就幫我 顧孩子 然後 就會 給我很多 支持 然後 我也是 帶兩個孩子 幫回兩家 然後 我會覺得 是我父母的一個負擔 然後 然後 在同時 我又覺得 我很對不起孩子 為什麼 為什麼 你對不起孩子 嗯 其實她們 就 原本 我記得妳上次說過 妳生了第一個孩子之後 妳的丈夫 已經好像 回來之後 已經表現得 有一點 不同了是嗎 嗯 可是 我覺得 我一心想到的 就是說 嗯 就是想要給她 一個 一個 溫暖的家 因為 如果 她的 childhood trauma 她沒有一個溫暖的家 所以 我們就自己建立一個 我們自己溫暖的家 可是現在 end up 就是 一個 broken family 然後 我要這樣 她 她的家庭是怎麼樣 她爸爸媽媽 她們 蠻 successful 就是 她爸爸是NG 就蠻成功 啦 就 經濟方面才 OK 她爸爸媽媽沒有問題 她媽媽應該也是有一些情緒的問題 就是 她爸爸也是好像 逃避逃避 然後 可是 經濟上他們是OK 她媽媽 她爸爸逃避 她媽媽就有一點情緒問題 應該是她媽媽情緒問題 可是她爸爸就是 靜靜不出聲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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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其實我也是 就很怕 就是未來的路要這麼走 我一個人要這樣帶兩個小孩子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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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們又還沒有離婚喔 是嗎 嗯 她也沒有 她也沒有回來說搞離婚之類的 她 就是放 她就放 她給過我那封 那個 letter 然後她就講 你準備好了 你就簽這樣子 嗯 嗯 可是 她有一陣子 她是很 try hard to push我 要我簽 可是 我給她的理由是 啊 我要先 想清楚 好 所以 其實我很不敢跟她提 就是 離婚的東西 因為 每次只要跟她談一下 她的情緒就會很 好 就 例如 你談什麼她會很棒 例如 你講了什麼 其實她會開始 講很多很多 好像 她在講 喔如果你不簽 然後她就會做什麼什麼什麼 這樣子 然後不然她就 啊 她方面申請離婚 或者是 如果你不要 你不要孩子 你就 孩子 丟回給我 就把她送去 去 去 股兒園 然後不然她就會講 你要我回來 OK 我就回來 可是我跟你在一起住 我 不能保證我會家暴 就要 嗯 然後 要很心平氣 她的談就有一點 嗯 困難 這樣子 嗯 然後就 可能大家 有時候我是 在場 我其實在這個婚禮裡面 我做錯什麼了 我 錯在哪裡 或是 哪裡做到不夠好 才會 才會 導致我們家庭破壞 你之前跟她的相處 你沒有發現她有這個問題的 所以一直都很好的 我其實有想過她之前 因為她其實是很 呃 浩強 就是她不會 露出她軟弱的一面給其他人 就算對我也是一樣 所以她從來沒有暫時過這一面給人 的人 所以 她有什麼 問題還是 她要 壞掉還是什麼 她也不會 但是你覺得她是一個 情緒蠻不穩定的人嗎 之前 之前不會 之前還好 就是 所謂的不穩定就是她把它忍下來 但是你看得出她是心情不好 嗯 嗯 時常會有嗎 時常 嗯 可能我看不出吧 她 她會不會時常不講話 那個時候 如果 不會不會 我們蠻好談的 就是 就很了得開 嗯 你 你認為她是一個聰明的人嗎 她是很聰明的一個人 嗯 嗯 OK 有 那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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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簽吧 嗯 第一 妳講她是一個很聰明的人 嗯 她之前 不看 看不出有情緒的問題 嗯 所以她有兩個可能性啊 嗯 第一個她真的是高手 嗯 就是 她真的出軌了 她用這個方法 真的是高手中的高手 嗯 讓妳覺得她不是出軌 然後她又可以脫離這段婚姻 嗯 嗯 然後就用了很大的 心理戰術 妳問她就發脾氣 發癲 讓妳害怕 嗯 嗯 除 第一 可能性喔 但是第二 也可能突然間情緒會有問題 因為這幾年都經歷過什麼 但是 因為妳前面完全看不出啊 喔 上次妳講生了第一個之後 她開始變了 是吧 情緒 嗯 我懷疑 我懷疑 第一台的時候 嗯 OK 那第二個就真的咯 原來是 生了之後 第一個 我應該有 有跟你談過這個可能性 就是她可能家裡面 應該 有一些不好的經歷 嗯 她不會發生 直到她開始有 擁有了第一個孩子的時候 才發現 啊 那個情緒突然被勾起來 嗯 這個可能性也存在 YES 嗯 所以 就 有些很聰明的人喔 頭腦想太多 嗯 太聰明了 但是她聰明可能 又用錯地方 她太聰明想太多的時候 也會造成她自己有一些情緒的問題 無論如何 看來呢 沒有 沒有回頭 可是如果要 move on的話 move on的話 第一 你要100% 接受這個事實 因為你接受不到 你move on不到 嗯 你還在 接受不到嗎 這麼這樣子 你剛才才問了自己 我有做錯什麼 你沒有做錯啊 其實你沒有做錯 其實 我們就接受她是一個心理病 病發 沒有辦法 Beyond你跟她的control Beyond你的control 至少是說 如果你要把它拉回來 這個是Beyond你的control 如果你要好好的move on 那個就是Under你的control 你要move on 你要好好繼續活下去 這個絕對是在你的掌控之內的 第一步 你要 接受這個事實 因為你還不能接受 她怎麼可能會變成這樣子 現在告訴自己 How 她就變成這樣了 她真的有情緒病 她會有暴力 她回來對我可能會暴力 對孩子有暴力 她還是不要回來比較好 你要接受 你要告訴自己 這樣子她 比較好不要回來 可是有時候我也想 她會不會只是一個結果 就是說 也可能 但是 借口又如何 她的到最後的結果 都是不要回來 她的動機就是不要回來了 不要在一起了 她可能是借口 可能有女人 說不定 但是她的結果是什麼 就是要離開嗎 第二個她真的有病 她的動機也是不要回來 她的動機也是不要回來 因為她不能面對孩子 那結果有沒有改變 也是一樣 也是一樣 但是人類是這樣子好奇想知道原因 真正原因 她只是講了她的真正原因 只是你選擇了不相信 那我就 那 既然 也找不到答案 那就選擇相信她 相信她的確是情緒病 因為剛才妳講了她的媽媽也有 那可能性就存在了 她的可能性就存在了 可能她的童年 她有講過她的童年嗎 有 有 她媽媽會 會 好像abuse她這樣 就是 會打她 會把她 管在很暗的地方 然後 這樣子啊 這樣子就可能性是很高了 而不是出軌了 而且她 有一次她是真的很崩潰的時候 她是說 她覺得她不能控制她 我們要打她的孩子 就是打我們的女兒 所以 可能她害怕 她會做回以前跟她媽媽一樣的東西 勾起她小時候的那個恐懼 可是 就是 我好像 我覺得對 我兩個孩子 很對不起啊 就是 沒有啊 給不到他們一個完整的家庭 又給不到他們一個 她不知道的嗎 妳的老公 妳的丈夫也不知道的 妳的老公其實也不知道 她裡面藏著這個問題的 她不知道的 她不知道的 直到那個 孩子出來之後 她才 不起 她以前的那個 那個記憶 她也不懂的 所以妳 妳不能說對不起 對不起 因為沒有人想要的 她說啦 我轉一個講法 萬一妳的丈夫是cancer 她離開 那妳 妳要講這句話嗎 我對不起孩子 給不到她一個完整 誰都不想的嗎 這些病啊 這些accident啊 然後 然後 活在這個世界上喔 這種這樣子的情況發生 可能性是存在的嗎 我們 對不起的 講一句 我們不能 確保每一個家庭都是完美 圓滿 不能 原本就是 時常都有 不完美的 喔 OK 現在 現在 蠻清楚了 蠻清楚了 妳的老公的確是有這個問題 她解決不了 所以 她就這樣 逃避 就選擇 拋棄我們 這樣子會 對她來講 生活是不是會比較好 是喔 目前是比較好 她 她都選擇 不要面對嗎 妳不回來 我怎麼幫妳 幫不了 但是 直到孩子 大了之後 她有機會再重新看回孩子的時候 有可能不同 因為那孩子已經不是小孩子 是大了 大了之後 她可能面對孩子 那個情緒就可能 沒有那麼嚴重 可是我自己一個人生氣 要過兩個孩子 要脫口 我很累 然後有時候就會說 我是不是應該要生氣她 然後就 就恨她 就這樣恨心 跑向我們 這樣子 可是 我又不能喔 有幫助嗎 你恨她 有幫助嗎 你怎麼 你覺得你恨她 然後有幫助 你 move on 我覺得比較容易放鬆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你怎麼會把這兩樣事情混在一起 你首先接受她 接受這個事實 然後 也有點同情你的丈夫的這個遭遇 嗯 OK 然後就告訴自己 因為你的丈夫有這個病 太可惜 我們不能一起 像孩子扶養成長大 但是我會好好把他們兩個照顧好 然後也希望她 好好養病 不要擔心孩子 孩子 孩子有我來 因為你也是真心愛你的丈夫 她有這個病 你應該祝福她 希望她早日康復 然後 你呢 全心全意把孩子照顧好 所以其實我就是 可能就是 你不用待等她了 就是因為我愛她 可是我就需要放鬆 對啊 你愛她 然後你祝福她 好好養病 孩子你不用擔心 我會照顧好 但是你也不用等她 因為有時候愛不一定真的是擁有 你這個情況就是這樣子 然後你自己繼續走下去吧 改天碰到有何事的 你就開始新的咯 你還年輕 人生呢 就是一波接一波 有時候一段情走不完 因為她真的是注定 下一段 才是你的真正的 真命天子 有時候是這樣子 好嗎 OK 所以我就不應該再拖 就 就簽 嗯 就簽 現在我沒有簽 我就是拖著 然後就是 其實我 你簽了 那個acceptance已經是 almost 50% 我覺得啦 我已經開始了 因為 我也開始沒有去 打擾她 就是 OK有什麼重要的事情 才跟她說一聲 然後 才要過怎樣的生活 我已經是開始過我自己的生活 所以變成我好像是做空 然後顧孩子 然後 顧到我很累 然後我很煩 可是 你講到這邊我想提一提 不要每天想到 你的mind 要轉一下 因為你覺得丈夫不在 我很可憐 我很慘 我一個人顧孩子 所以我會很累 你有這個想法 所以你的確是累 但是你會累上加累 不要覺得你一個人承擔 然後你就脾氣不好 然後對孩子可能 我擔心啊 對 有時候我就是擔心我會 所以你的想法是掉轉來 我很累 但是我還是很開心很幸福 因為 我有兩個孩子在身邊 我很累 我下班回家看到他們我很開心 你的mindset開始要轉了 嗯 你不轉 到最後 連你自己都有情緒問題啊 嗯 我就是擔心 因為 一個跨不可以兩個跨 因為孩子還是要有一個 至少一個 你回家 就欠了他吧 欠了 你就直接這個心定下來 因為整個方案定了 然後你就真心的去做 有爸爸媽媽幫你看孩子嗎 對嗎 有 可是 可是我也是覺得 他們幫我 可是我覺得 我很對不起他們了 因為 我又好像 加出去啊 然後又跑回來 然後又加重他們的負擔 然後 然後 他們有埋怨嗎 他們沒有嗎 你自己想而已嗎 而且有兩個孫 退休 然後退休 退休了有兩個孫 這個時候應該要去旅行啊 可是就因為要顧著我的孩子 所以他們就不能一直去旅行啊 他顧著你兩個孩子 他們不開心嗎 我媽媽是開心的 是嗎 旅行 你媽媽 每個月都去旅行啊 每個禮拜就去旅行啊 沒有啦 可能幾個月一次這樣 是咯 幾個月一次 你不是想辦法咯 你請假也好 找姐姐幫忙看 這個 那個到時候再處理 你爸爸媽媽要旅行 也不是年頭旅行到年尾 他沒有旅行的時候 兩個人坐在家 擠悶你知道嗎 難得有順在 哎 開心啊 熱鬧啊 所以對於兩個孩子 他們從小就沒有一個 父親 沒有一個父親 就是一個人 你的爸爸就代替了那個角色了 會 會這樣子 你爸爸會 會幫忙代替一部分 一個男子 一個女兒 一個女兒是嗎 對 嗯 那你的兒子會 會 會 你的爸爸的 他要 孩子就讓他連 男人比較多 嗯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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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簽了 你簽了 你的心才會定 你一天不簽 你一直 左右 左右 我看不到暫時 我聽你這樣子講 我看不到 接下來幾年有什麼改變 你不簽的話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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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OK OK Thank you OK